国防部长黄永宏说 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力量确保了区域的稳定 他促进美国加强同印太区域的经济联系 黄永宏是在出席第九届里根国防论坛时发表了这个看法 黄永宏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出席论坛时 谈到美国在亚洲的影响力 黄永宏重申新加坡和美国之间有着良好和长久的防务关系 他在论坛场边会见了美国空军部长肯德尔 以及美国网络司令部司令 兼国家安全局局长保罗仲宗登